为啥战斗机导弹挂架为何不是指的,而是切斜向外? 原调题,为啥战斗机导弹挂架为何不是指的,而是切斜向外? 看见超级塑料虫大黄蜂的挂架乘三度外偏实,想必诸多同志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两个字,安全 在93年对大黄蜂的风动测试中,发现大黄蜂在丢下挂架上的东西时会有互相碰撞或者是碰撞机身的可能,这一方面是由于一定程度上机身的不利气流造成的 当然也有因为前缘惊异,编条影响的说法 当然也有因为前缘惊异,编条影响的说法 每个飞机都有这个设计,但是有些并不明显 有的飞机会将挂架低头布置 可以明显看出,F35的挂架不仅向外,其外置格斗单的挂架还向下 隐身飞机的外置挂架,致某形没有一磅重量用于对地的机型 这样做的优点不言而喻 能在挂在午后放出尸时将其右导致安全范围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机体气流对导弹的影响 进一步使导弹或炸弹快速脱离飞机的流场 F22的格斗弹滑轨,可以明显看到其挂架成外八,不仅向外而且向下 当然这样作业会有缺点 首先是挂架上的挂在午会有公角,这样就会使其安定面或控制面甚至弹体产生生力 从而产生压岔阻力,诱导阻力等一系列小问题 虽然也有生足比的关系,但是这些生力并不是直接作用与机翼生力方向相同的地方 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挂架以及机翼产生硬力 亚音速下速度越高越严重 向下的挂架还会产生负生力 这对强迫症来说是不能忍的 当然这些都没有挂在午直接撞上机身重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